您面对脱发的烦恼吗 让云南剑发中心帮助您 您将获得一次免费草药护发疗程 及一份云南剑发产品 请输入TY空一格 姓名及地址传送至32828 剑发靠专家直出你自信 欢迎继续收看终生美丽 爱美是每个人的天性 不止是女人的专利 现代的男性同样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表 尤其是头发 更是男人最看重的部分 因为这会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形象 还有自信心的表现 个案中的年轻人江建强 同样地非常注重自己的个人形象 因此当他发现头发越来越少时 心里的恐惧和担忧 时时刻刻都在困扰着他 让他不知所措 他是经历过什么情况 让他能够摆脱这个危机 恢复浓密的头发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视他的真实个案 我很注重我的外表 我不允许人家看到我不完美的一面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是很重要 我没有想到上天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一年前我发觉我有脱发 我还以为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今年已经35岁了 很多朋友告诉我一点都不像 我真的很开心 但是我发觉我的掉头发的现象 这个给我感觉已经开始很老了 我不可以接受 我头上的M型越来越明显 我试过用很多方式去遮盖它 都没有效果 我选择要帽子 最后还是被人发现 对朋友 对不起 迟到 坚强 几点了 每次都迟到 都要我们等你 没有 刚才晒车 还以为了 阿明呢 阿明有来吗 这么热 戴有没有帽子 不要 要玩了 给我看一下 给我看一下 真的秃头了 看 看看 哇 你中年头发 我最近掉头发罢了 我老爸的头发还多过你 头发这么少了的 整个叔叔这样 需不需要我再少生发水给你 对啊 我很多朋友都是像你这样子的 半年里 头发都掉光了 当时我只能想找个东撞进去 他们竟然在我喜欢的女生面前 羞辱我 我很想离开那边 可是后来 我想一想 我真的很怕还没有到中年 已经秃头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掉发那么严重 我朋友取笑我 让我真的没有面子 到底我的头发怎么了 有谁可以救我 我不要再用帽子来折盖我的头发 我要找回以前我的自信 请你仔细地形容一下 建墙的脱发问题 建墙面对的是藻秃 我们俗称为M型脱发 它的头发会慢慢变得越来越纤细 前额的头发会慢慢往后脱落 尤其头发额脚会后退特别严重 最后变成一个M字型 时间久了 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 脱发会一直延伸到头中央 到时候就很难治好了 M型脱发多数发生在 脑力劳动比较多的男性身上 导致M型脱发的因素 包括遗传 精神紧张 长期饮食不当 睡眠不足 所以 除了护理之外 保持身体健康 就是防止脱发的最好办法 那对于面对脱发问题的建墙 你是怎么帮助他的 一开始 我帮建墙做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开始护理前 我必须先了解他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 同时 我也让他了解到脱发的原因有很多 他的生活习惯和脱发 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先以电脑仪器放大 健强的头发及头皮状况 深入检查 然后一对一 向他讲解他的脱发问题 由于健强的脱发问题不算太严重 而且及早前来求助 可以完全康复的机会很大 找到了脱发原因 我根据分析结果调配草药配方 然后开始为他进行护理疗程 首先 我帮他清除和控制头皮上多余的油脂 以防止毛囊阻塞 控制过量的油脂分泌 也可以让头皮恢复健康 头皮健康后 我才帮他敷上纯天然草药精华 帮助头发生长 增强头发抵抗力和巩固发根 慢慢的他的头发就长出来 而且还越来越浓密 第一次护理过后 我感觉上我的头皮很干净 不痒了 还很清醒 每次护理 我的顾问也会在我的头上帮我按摩 那感觉真的很棒 很舒服 我要谢谢我的顾问 因为他让我找回我的自信 也因为他的鼓励 我可以拥有很健康的头发 经过几次护理过后 我通过电脑的小描 我可以看到小小的头发长出来了 我有希望了 我不需要再吐头了 现在的我很有自信 我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准备出门 只要有朋友约我 我可以马上到 而且我现在可以 因为我喜欢的女生出去 我不再自飞了 您面对脱发的烦恼吗 让云南剑发中心帮助您 您将获得一次免费草药护发疗程 及一份云南剑发产品 请输入TY 空一格 姓名及地址 传送至32828 人家说十个光头九个腹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脱发的人一定绝富有吗 你真的愿意生活很富裕 可是样子看起来很衰老吗 头发和富有程度绝对是可以并存的 只要你在病情恶化前 就面对问题采取行动 新的头发一定是可以长回来的 请大家继续的锁定广告后的终生美丽 我们一起探讨全职妈妈的肥胖问题